事實上現在本來照理來講 防疫優先最不需要的就是口水 我們馬英九前總統很奇怪 為什麼呢 關我們咱們幾個前總統 你過年不能安安靜靜14天嗎 為什麼 不是說你不能出來 他出來的話他一定要去發紅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已經卸任了 還要拼命到處去發紅包 發紅包也沒有關係 他一定要戴口罩 那是你自己一個人戴口罩 你的水戶要不要戴口罩 你的司機要不要戴口罩 然後每天啪啪罩 你的口罩哪來的 你的口罩是跟我們一樣 自己去超商排隊買的嗎 還是一樣七天兩片 自己去換來的嗎 你的口罩哪來的 所以事實上他很多事情 可以不要這樣做 你就先靜觀其變 讓呼籲大家靜下心來 那馬英九的相關的 在旁邊的人有說 這個政治人為不戴口罩 就像韓國瑜一樣 是他們自己的決定 自己的自由 對 可是你忘了一件事 你是公眾人物 你也是前總統 所以你的所作所為 跟社會知名人士一樣 都有仿效效果 所以你要安大家的心 你就不要出來了 因為你出來浪費那個口罩 然後你還讓大家認為說 你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大家就會害怕 那麼這是在前半段 後半段裡面什麼叫民粹 像民粹碾壓人權 歧視凝架人道 我告訴你 什麼叫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就是我行有餘力再去做 對 我們現在 好歹嘎仔 之前 那麼還記得 有這個 范瑋琦出來 罵行政院長 這個蘇貞昌連狗官都出來了 還有醫生說 那麼時間會證實他短視 結果一大堆人批評幹什麼 現在不是證實 蘇貞昌是對的嗎 連蘇貞昌那時候禁止外銷 我們都搶成這個樣子 口罩都不足 告訴大家一個好奇妖奇 多拖一天 我們大家的口罩存量就多一點 很簡單 就多幾百萬 幾十萬 到後來到三月初 我們可能一天可以產一千萬 一千萬很多嗎 你要知道 我們有兩千多萬人 所以醫護優先 大家優先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怎麼會把事情 講得那麼天真呢 你要自己 19號的案例 61歲的白牌計程車時機貴行 60名醫護人員 現在要14天 我問你 如果此期筆落出來的話 那還得了 台灣現在有這個能量嗎 居家隔離比較嚴格的 已經五百多人了 居家檢疫超過兩萬八千多人了 有啊 你知道嗎 如果你他們全部都回來 喊不噹噹噹回來 我們怎麼辦 對不對 現在不是在說 我們不講人道 不講人權 但是你要能夠守得住啊 我們也不過區區 幾萬個醫護人員啊 我們的能量是這個樣子啊 富牙隔離 就是一千一 現在只有五百個空床 回來就是沒辦法 所以這個為什麼 你要自己這個本事嘛 累慘了 累翻了 累到了 弄死了 累死了 最後大家一起看 不是這個樣子嗎 你看武漢為什麼死的人這麼多 你看武漢為什麼 醫護人員啊 現在有六個已經殉職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嘛 所以不能 老實只會把人權 把聯合國幹什麼 我們還不是聯合國的一份子 一天大晚把聯合國弄在那邊 台灣不判死刑 很多法官不判死刑 不就是因為你馬英九 應該當總統的時候 通過聯合國兩公約嗎 他還講說還是可以判死刑 問題是 法官就因為你把它通過以後 不判死刑 你有什麼臉在那邊講說 什麼臺灣的治安敗壞等等嘛 你當總統發生臺灣 發生十幾屆的分屍案 媽媽嘴 然後包括哀嚴頭顱 你都沒有去講 你都沒有掉過一滴眼淚 為了一個傳統家案 你在那邊哽咽 現在又在告訴我說 你突然間佛心來著告訴我說 要有人錢要有人錢 一千九百個勾進來 那我們有那個能量嗎